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们把这份礼物更多地用在互相仇视 制造混乱等等自私的行为上 对于地球和大自然真正的关心 屈指可数 因此 在我看来 彼此之间就算不能完全理解 我们也应该尽力地沟通 疫情就是这样 当我们彼此保持身体距离的同时 心灵的距离更应该努力地拉近 那对于人类的沟通本来就是有隔阂 这件事情你觉得我们可以在做什么时候 去消弭掉这些沟通上的障碍 好难 因为分身在世界各地的人 不仅是教育背景不同 生长家庭不同 民情 风俗 文化上的一些憧憬 真的都太不一样 反过来操作可能 我们找到一个真正大家都会关心的议题 然后一起去 努力地完成它 比方说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一定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我很幸运 能找到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带着我们共同的目标上路 但我没想到 事情的困难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的态度 那现在整个团队都比较担心的是风洲 因为我们现在去的方向是新南威尔士州 喂 是这样的 就是奥斯特的那个酒店 因为每周要下降 所以他们可能要关店 我觉得是这样 先不考虑住宿的问题 一切都会有办法慢慢解决 但是先解决必要问题 好吧 好嘞 现在问题是确定我们 还能不能往前走 还能走多远 但是再难 总有办法 总有办法 我现在是在维多利亚州的一个海滨度假小镇 然后这里在新年夜发生了一场非常巨大的火灾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个小镇再次失去了生气 然后我们看到路边的咖啡厅贴出了这样一个告示 3月24号开始就要关闭 尽量留在家里 并且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然后在路边的这些油桶上 电线杆上 我们看到踢了大大的警示牌 Warsher Hange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到马拉库塔的时候 刚好经过一个中餐馆 放远100公里 唯一的一户中国人 然后他们是那场山火的亲历者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拜访一下他们 他们也已经贴出告示说今天开始关门了 昨天还没有关门呢 您好 您好 静 今天你店里没有生意的话 有没有可能说带着我们简单在小镇上稍微走一走 可以的 当时森林大火来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人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离水边是最近的 当时是白天的时间 对白天 但是全是红色 就跟电视上看到那种科幻片一样 空气中的话就是那种烧焦的味道 你不单只听到很大的风声 然后你能听到Siren 还有就是爆炸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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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响 不停地响 所有人都在聽著廣播 然後他就會這樣 看一看 有一個高度的危險 你現在需要開始行動 去保護你和你的家 注意,這是最高的暴風火 就有如是一團大火 然後所有人就在大火的頂上 就圍繞著 就是世界魔物 大自然,他無時不刻地在給我們傳遞著信息 只要我們能夠自己回歸到人的角色上 我們應該能夠蓋得到最正確的信息 你認識他們嗎? 嗨 嗨 嗨 所以,你享受這個日子 對 對 對,你感覺到疫情嗎? 對,我們很開心 我們住在西方的西方 所以我們要回家 好 在我們家 對,這應該是一個好想的 我來到了 什麼你做的嗎? 我們在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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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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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明白 好,我明白 好,我明白 他很可怕 但我明白 你知道,我只是想要錄一件事 想要記住人們的註冒背後的註冒 我們必須要記住一件事 而忘記一件事 所以,享受吧 人與人的交流充滿未知性 因為我們不是彼此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感同身受 我們都有一瞬間的情緒 但這不代表我們對彼此有著不可消除的惡意 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因為對未知的恐懼 會下意識地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不是誰的錯 重要的是在冷靜下來思考之後 依然願意面對自己的問題 放下偏見,彼此溝通 好,好,好,好… 好,好,好… 感谢观看